美方传出要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岛系统后 辽宁舰开到了日本领海附近 对此 日本发出抗议 美西方媒体更是渲染中日关系再燃战火 但实际上 日方心里要是没鬼 大可不必如此大惊小怪 近日 日本防卫省声称 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 带着两艘导弹驱逐舰 在日本最南端冲绳县的西表岛 和宇纳国岛之间航行 这是中国航母第一次驶入日本的领海皮联区 美西方媒体们立刻渲染紧张气氛 纷纷炒作说 这是中日军事行动的最新一次火花 会导致中日的紧张关系升级 但就连美媒都提到 皮联区就是在一个国家的领海外 扩出去12海里的海域 按照国际法规 其他国家的船只有权利在皮联区航行 所以说 日本对这片海域不享有主权 辽宁舰的行动合法 合规 辽宁舰选择这条航线 也是因为要去西太平洋海域进行远海训练 尽管如此 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孙吴红 还是向媒体做出了 对中国航母行动相当不满的表态 声称日本政府已经向中方表达了严重关键 并称 该事件从日本和地区安全环境角度来看 都是不能接受的 前段时间 日本还因为一艘中国海军舰艇 闯入其南部岛屿领海而大肆炒作 但事实上 那艘中方舰艇的行动完全符合国际公认的航行自由 日方高度关注中方舰艇遵守国际法的行为 并表现出大惊小怪 就是为了故意制造紧张气氛 服务于美国的印太战略 一直以来 日本都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就拿前段时间所谓的闯入领海事件来说 也不过是为了给美国核动力舰艇开路罢了 近年来 日本一直在挣脱和平宪法的枷锁 不断引进进攻性武器 这一趋势在本月得到了新的印证 美国陆军部长沃姆斯此前公开透露 美国防部正考虑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系统 也就是低风中导系统 他在不久前访问日本时 就和日本探讨了多余特遣部队的部署事宜 该部队装备有低风中导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在印太地区部署低风系统 已经有过先例了 今年4月 美国在菲律宾就首次部署了低风 该系统不仅能发射射程可达400公里的标准 六防空导弹 还能发射射程可达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 尽管中方多次发出明确信号 警告美国和菲律宾悬崖勒马 但有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非但没想从菲律宾撤出低风导弹系统 反而正积极测试 该系统在潜在地区冲突中的实战效能 虽然日本政府近年来一直在遮掩 多次否认美方的相关部署计划 但私下里的小动作可不少 上个月 日本军方的一位高官 公开访问了美军多余特遣部队的总部 并和低风系统拍了仗 这背后的意思 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 在此背景下 辽宁舰进入日本领海皮联区 很可能是向日本及地区国家 发出强烈信号 在军事安全领域 任何挑衅和冒险行为 都将受到解放军的坚决回击 我们希望有关国家能够保持头脑清醒 跟着美国对抗中国 只会是引火上身 在此背景下